原标题 兄弟齐上阵一起当魔鬼 1937年苏护战场上的日寇兄弟兵 每一张老照片都是一段看得见的历史 今天老兵继续来介绍苏护会战的历史瞬间 在抗日战争时期 为了抵御敌人的入侵 中国人民同仇敌亥 父子兄弟齐上阵 流血杀敌的故事非常多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当年的日寇为了侵略中国 也是使劲利器 全国动员 在中国的战场上父子兵 兄弟兵也是非常多 1937年的苏护战场上 日寇的战地记者 就拍下了两张兄弟齐上阵 一起当魔鬼的照片 1937年11月2日 上海和影的日寇武川部队 一等兵还老原两兄弟 在中国的抗战史料中 对于武川部队的记载并不多 不过 在当时的日军画报上可以看出 1937年10月 侵占复旦大学的战斗 使这支部队打地 10月24日日寇突破抗日军队的防线 进入复旦大学 此时 这所当时最重 明的学府三分之二的建筑 已经被日寇炸毁 学校也被迫西迁 同样来自古川部队 在1937年11月2日这天 日寇记者还拍摄了另外一队一 等兵小野兄弟的照片 一片废墟之中两个日本兵在抽烟 背后还有一面日本国旗 一支古川部队就拍到两对兄弟兵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像这样的兄弟一起来侵略中国的估计也有千千万万 不知道这些军国主义的炮灰是否能活着回去 1937年11月2日 上海 喝酒的日寇士兵 喝酒巡论是日寇解除寂寞的一种手段 当然不用猜 他们所使用的酒也肯定不是从日本带来的 而是从中国商人或者老百姓那里抢去的 1937年11月6日 上海和当地小孩故作亲近的日军利盐部队士兵 其实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人拍了很多这样的照片 这些照片会被发回日本国内 或者是发给国际上的一些通讯社 想表达的 就是日本人是来救中国人的 在日本的统治下 中国人民过得很快乐 当然 这些所谓的亲近照片中 几乎每一张都有拓展 老兵以前也有分享过 而就这一张来说 背后几个孩子的表情也是极不自然的 面对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野兽 这些孩子们能不害怕吗 1937年11月6日 上海采摘野菜的日军鹰森部队士兵 不知道是什么野菜 也许根本就是中国人民菜地里种的吧 反正战争开始了 老百姓为了活命全都跑了 他们种的菜自然变成没有人看管的野菜了 1937年11月6日 上海发放物品的日军川并不对 照片说明中没有进一步说明发放的是什么物品 老兵想 很有可能又是一些所谓的战利品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